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舟6号货运飞船的最新消息 昨天任务组织了发射前系统间全区核链 记者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了解到 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 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 长征7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马中辉透露 用于本次发射任务的火箭提升了零窗口入轨精度 将发射窗口拓展两分钟提高了发射的可靠性 新的活动发射平台正在建设中 完成后两个平台具备并行开展两发长征7号系列任务能力 将大幅提升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的年发射能力 此外天舟6号货运飞船的科学清单公布 空间站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吕从民介绍 天舟6号货运飞船上行实验单元及样品等 总共98件714公斤产品 航天员将按飞行任务规划陆续开展 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 空间材料科学 空间应用新技术试验等四个领域 29项科学实验和应用试验 那么文昌航天发射场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 进行了哪些升级改造呢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看一看 这里是我国最年轻的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 在我身后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二号工位 此刻天舟6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摇漆运载火箭的船舰组合体 已经蓄势待发 在实验一线指控大楼测控点号 科技人员正在为天舟6号货运飞船 做着发射前的最后准备 火箭燃料加注 机防空调运行 化音指挥 气象信息等情况 实时通过数字和视频的形式汇集到了指挥中心 新一代指挥显示系统的首次投入使用 为指挥员的指挥决策 提供了更加精确的信息支撑 此外 为了更好的保障通信畅通 发射场对综合通信机防线电路也进行了升级改造 形成分区管制 确保发射场通信系统全时畅通 天舟6号货运飞船 是我国载人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 发射的首发航天器 那么天舟6号有哪些新的特点 我们来看看记者对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货运飞船 总体副主任设计师王熙的采访 天舟6号整体的密封货物空间 提高了20% 由原来的18.1立方米提高到了22.5立方米 载货能力也从原来的6.7吨 提高到了7.4吨 有一个比较大的能力的提升 天舟6号是改进行货运飞船的首发船 同时也是天舟6号到天舟11号 主批生产的首发货运飞船 承担着空间站物资保障 载轨支持和空间科学实验的任务 由原来的两年四发变成了两年三发 降低了我们的发射频次 这实际上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发射成本 提高了空间站的整个工程的效益 货运飞船系统在对技术状态进行调整优化的同时 在进口电子元器件国产化替代方面 也开展了大量工作 通过综合保证措施的落地实施 消除了大面积元器件国产化带来的技术风险 实现了关键元器件百分之百国产化 此外天周六号货运飞船副总指挥李之辉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货运飞船从原来的两年四发变成了两年三发 虽然貌似发射频次降低了 但是这却意味着成本的节约 以及任务能力的提升 以前整个空间站工程给我们任务规划 一年达两艘的 现在因为我能力增加了 给航力员带着东西可以多带吗 一艘船吗 这样带了一个好处就是 现在是两年达三艘船 那就相当于每年达1.5艘船 这样就是节约成本的 其实也是节约成本 能力提升了 才节约成本了 这是个最大的亮点 这样就是降低了研制 整个的工程的运行的费用 这个任务能力提升之后 给咱们整个工程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 带来了一个实时代代的效益 2022年 我国载人空间站全面建成 2023年 我国进入载人空间站 应用与发展工程的元年 李志辉副总指挥表示 此次天中六号任务将实现双首发 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 今年是元年的第一个飞行器 这是不是首次 这是第一个吧 第二个我们认为就是 天中六号是我们改进行货运飞行 它是改进行的第一次发射 这也是首发飞行器 但是从这两个方面讲 我们叫首发 这个货运飞行器是要往上送物资 这次的物资里面 为我们的航天员们 有没有准备一些什么特别的物资 这个航天的物资 这次上了70公斤的水果 70公斤的大概有三个半的货包 其他的食品方面 包括当务节也带了一些 咱们的种子包括到年底 还有一些春节节的食品 如何打包往太空运快递 李总向记者介绍起 装载太空物资的经验 就像家里的衣柜一样 就是把货物装在货包里面 把这个包里立方体的货包 装完之后 我们把货包塞在货格里面 就是像家里的衣柜的货格里面 然后我们货格里面 设了专用的束缚弹 就是捆绑的带子 这个束缚弹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有点类似咱们坐飞机 那个安静带一样 卡扣的形式的 就是塞进去之后 我们用卡扣一拉 一记一拉就行了 我们知道天舟6号 将是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载轨迎接的第一艘飞船 目前三名航天员 已经完成了手控 摇操作演练等准备工作 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 运行稳定 静候天舟6号的到来 按照计划 神15乘组将于今年6月返回地面 另外神舟16号 神舟17号载人飞船 也将在今年 接续造访中国空间站 神舟17号载人飞船 神舟17号载人飞船